韩国女子监狱内 一名男御警正利用植物质便帮助女求解决生理需求 谁知他不小心按到了对讲机 值班室的对讲机内传来声音声 恰巧上级在值班室检查直接来了一个现场直播 好在监狱长阿赫从来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甚至会严厉惩罚这些御警们 一个后辈的脸也因此都被他删成了猪头 所以阿赫的同事们纷纷看不惯他 但阿赫并不是怜香惜语 这天一批新的女囚犯被送了进来 例行体验时男御警趁机对他们动手动脚 一个女囚犯当场拔刀划伤了男御警 阿赫赶来后直接一巴掌将女囚犯打倒在地 随即他又命令其他女囚犯穿上衣服 等待女御警过来检查 但有一个名叫恩霞的女囚犯却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恩霞觉得来回折腾太麻烦 他直接拖得一丝不挂让阿赫检查 自从十年前阿赫的妻子意外出车祸去世后 阿赫就开始变得不进女色 甚至在KTV里被美女摸腿勾引 阿赫都表现得十分冷酷 然而此刻面对眼前赤裸的动体 阿赫竟然被吓得落荒而逃 但命运弄人 就在恩霞被送往牢房的路上两人又再次相遇了 当两人即将擦肩而过时 虚弱的恩霞竟然晕倒了 阿赫一把接住了他 两人第一次四目相对 阿赫的内心竟然再次泛起了涟漪 回到办公室的阿赫向同事询问起恩霞的背景 原来恩霞的爸爸妈妈都是脱北者 导致恩霞一生下来就是一名无国籍者 他们在恩霞十二岁的时候 意外发生车祸双双去世了 恩霞成年以后偷渡到韩国后 但由于没有国籍找不到工作 恩霞只好凭借姿色做了一名富豪的情妇 后来恩霞勒索未遂杀死了富豪 这才被送到监狱 因为恩霞是一名小三 同牢房的女囚犯都看不起他 甚至集体殴打恩霞 等阿赫冲到牢房里制止 是恩霞已经蜷缩在地板上 他的下半身血流如柱 原来恩霞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失去孩子的恩霞心如死灰 他直接割腕自杀了 好在阿赫及时发现了 他将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回来 但醒来后的恩霞第一件事就是摔碎花盆 想要用花盆碎片再次自杀 阿赫又一次及时制止了他 阿赫劝恩霞一定要活下去 但恩霞彷佛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意志 即使面对前来帮他辩护的律师 恩霞也是一言不发 离开庭的日期也越来越近 如果恩霞再这样下去 他将再也没有翻身之日 眼前这个女囚犯 为何在法庭不辩护自己的罪行 反而要求判决死刑 为了唤起恩霞活下去的意志 阿赫魄力给他换了一个单人牢房 还送给了他一身新衣服 甚至到了深夜 阿赫还会偷偷带着恩霞到天台上 欣赏城市的业绩 时间一天天过去了 恩霞状态在慢慢变好 但受害者家属竟然假装恩霞的朋友 进入监狱探监恩霞 恩霞因此受到刺激昏厥了过去 而阿赫则坐在恩霞的床边 守了他一天一夜 被阿赫打动了 两人的感情也因此升温 在这之后的日子里 恩霞和阿赫在监狱里谈起了恋爱 两个人在各种没人的地方亲亲我我 就连偶然的眼神碰撞中都充满了甜蜜 向来冷冰冰的阿赫变得嘴角带笑走路生风 就连对待囚犯都温柔了不少 而恩霞也开始积极和辩护律师交流 但两人的恋情最终还是曝光了 同事们私下都在嘲讽阿赫为君子 以前装的一副证人君子的模样 现在却被一个小三迷的晕头转向 就连上司也提醒阿赫注意影响 但阿赫依旧我行我素 转眼来到了开庭院 这一次恩霞并没有消极以待 而是站起来说出了真相 原来恩霞得知自己怀孕后 他请求富豪收养这个孩子 但富豪不仅不同意 竟然还想打掉这个孩子 恩霞为了保护孩子 这才一时失手杀死了富豪法院 经过一番讨论后 最终判决恩霞是正当防卫 恩霞开心的庞佛在做梦一般 但正当恩霞幻想出狱后和阿赫的幸福生活时 一道晴天霹雳再次击中了他 富豪的妻子竟然花大价钱贿赂法官 恩霞的判决从无罪释放被改为了无期徒刑 恩霞一下子从天堂跌倒了地狱 而另一边阿赫也接到了一份文件 上面竟然要求他秘密处死恩霞 阿赫连忙找到上司理论 但上司却表示这是上级领导的指示 有人走后门疏通了关系 恩霞究竟能否平安走出监狱 和自己心爱的人白头偕老呢 终究是为了金钱还是爱情 恩霞再次失去了生的希望 他又一次在牢房里试图自杀 阿赫阻止了恩霞 并且向他承诺一定会让他平安无事 接着阿赫前去求助律师 但律师们都不愿意丢掉饭碗 纷纷拒绝帮助恩霞上诉 走投无路的阿赫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他要帮助恩霞越狱 首先阿赫利用自己的人脉 找人给恩霞伪造了一个朝鲜身份证 并且给他买好了去朝鲜的船票 接着阿赫查看了监狱所有的地形 制定了一个详细的出逃路线 计划当天 阿赫的朋友开着白色大卡车 来到监狱里送东西 而阿赫则前往牢房悄悄地将恩霞带了出来 接着他给恩霞换上了变装 又将身份证和船票交给了他 恩霞面对爱人掏心掏肺的付出 一时之间感动得泪如雨下 但不幸的是两人逃跑的时候 恰巧被阿赫曾经殴打过的后辈看见了 由于后辈一直对阿赫记恨在心 于是他连忙跑回去 通知大部队拦截白色大卡车 接着后背用枪指着阿赫 阿赫只能缓缓跪下 但当他们打开白色大卡车车门时 却发现里面的女人根本不是恩霞 原来他们都被阿赫耍了 这只是阿赫的一个障眼法 目的就是为了转移他们的意志力 拖慢他们寻找的步伐 而真正的恩霞被阿赫从另一条路送了出去 此时他早已坐上了离开的出租车 警察再也抓不到他了 身为一名御警却偷偷帮助囚犯越狱 阿赫的前途不仅全部毁于一旦 他还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 在监狱里服刑的阿赫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念着恩霞 转眼三年过去了 出狱后的阿赫 终于再次与恩霞重逢了 三年的牢狱之中 换来两个人一辈子幸福的时光 实在实在值得不过了 本期电影《恩霞》到此结束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点亮红星和关注我